北京大人 威克阿弗 快醒醒 北京大人 奥迪骚转的部队马上就要攻过来了 十万火急啊 北京大人 快想命你 不再不做决定的话 我们要全体续间出代了 让我来试试吧 北京大人 宇治伯来袭 有可恶的宇治伯 收散我的学生和老虎飞飞行长 北京大人 终于醒了 这叫什么话 堂堂牵手老大 怎么可能在战斗中睡着 可是您刚刚眼睛都闭上了 那是我在赶制敌人 我还听见你嘴里神神叨叨 你在说梦话呢 那是我在计算敌人的数量 可是我还听见您打呼噜啦 看着你再说一句我杀你灭口 先生 你为什么现在还那么敌视与之博弈族啊 这让我很尴尬啊 没 没有 我现在很提倡各家族团结发展 建立美丽木业的 你看你就是很好的证明啊 我不仅教你忍术 来收你做徒弟 话虽如此 您老 能先把你用来监视我的隐分身给撤了吗 我血轮眼又不是白长的 呵呵呵呵呵 不错嘛小剑 洞察力有所奸长啊 闲话少说 我现在金角 银角 部队就要攻过来了 我们可怎么应对 我们人数众多 我现在一把年纪还犯了痴状 一起走的话肯定会被追死 很需要一个人去当诱饵 让我去吧 我用背话术把自己变大 能拖一会试一会 很有嘛皮卡丘 但要是对方寄出六刀忍拒 阁下又当如何应对呢 那就让我和门延去吧 得美 你们俩出了活的场 上战场的就是送 呃妹 你的眼睛要是落入敌人手中 我还怎么研究 呃我的意思是 你的万话筒CD太长 对方人都很难奏效的 二代什么还得是我啊 在天朝的一部小说里 金角银角就是被一只猴子给打败 我的通灵兽也是猴子 天生克他们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的通灵兽其实是一只猩猩 你们一个个都这么勇嘛 我要是不自高奋勇一下 会显得我很疯了 这不管怎么样 最后二代都会来擦屁股 肥奸大人我来当幼儿吧 我既有识 而且就算阵亡也不会对牧野有什么损失 团子 我妈的我 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嘛 这个检局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主持不会忘记你的 徒弟们 这里交给团子 我们闪